八十一门派 三天后 我们在市区位置 找到一个黄金地段 这个地方 乃是整个本地市 最豪华的地段 堪称一寸黄金 一寸土 有价无市 一平方就达到三十万 这里一共是三百平方 也就是说 这地段 价值九千万 接近一个亿 刘老七财大气粗 在找了关系之后 直接用九千万买了下来 房产权一百年 这种特殊黄金地段 都是一百年 小产权是五十年 大产权七十年 而我们这个 叫做特级产权 据说 能够得到特级产权的人 任何一个 都是身价十个亿起步 寻常的人 银行账号里 要是没有十个亿的资金储存 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 就算 你的公司价值五十亿 但你个人银行账户里头 没有十个亿也不行 必须是随时能够流动的 十个亿现金 而非是价值十个亿的产业 装饰需要五天时间 因为有钱 所以刘老七找来装修公司 都是加班加业 终于是在开业之前 把工搞成 三百平方的店面 装修得极为豪华 全部都是最古典的装饰 仅仅只是装饰和买坛木家居 就花了一千万 开业大吉 开业这一天来了许多人 这些人我一个都是不认识 但刘老七却都是差不多认识 据说什么京城八大胡同的雷爷 墨金校尉南慕容 以及行业内各个巧处 都是亲自到场祝贺 并且送上贺礼 没有来的 都是让人亲自捎来贺信和贺礼 比如京城的雷爷 送的是一颗夜明珠 说是和慈禧太后 嘴里放的那一颗 属于同一对 只不过慈禧老太后 嘴里那颗是大的 这颗是小的 老太后看不上 就没有陪着下葬 摩金校尉南慕容 我是极为熟悉的 上次我和刘老七还有南爷 一起去盗许门乡的 南爷此次送的贺礼还挺重 一箱子的东西 打开一看 直接是将我给吓蒙了 竟然全部都是白花花的银顶 还都是明朝时期的 这简直就是古董啊 有价无事啊 据说这么一箱就有十万 难怪送过来的时候 还找了四个壮汉抬着过来 除此之外送什么的都有 只是大部分我都没见过 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整个来送贺礼的 或者是来祝贺的人 那可真是锣鼓震天 人生不绝于耳 店面外面根本就是站不开 整个财神路的人 全部都是被惊动 我们所处的这条黄金地段 被称之为财神路 每年在这里做生意的人 那真是犹如供了财缝爷 可以日日发大财 所以叫做财神路 甚至还有人过来找我打听 是哪位大佬在这开店呢 怎么如此多的人到场祝贺 这种过来问的人太多了 我根本就是没法回答 只是说是七爷的店铺开业 所以行内的朋友都来航场祝贺 刘老七人称七爷并不过分 上次那个制作暴雨梨花镇的 孙老头和南慕容 好像都是称呼过刘老七七爷 说到孙老头 这个老家伙也是派人过来送贺礼 只是自己没有来 过来的人说 孙老头太忙了 改天再来赔罪 送了一具黄金打造的棺材 祝贺我们店铺的生意 红红火火 大吉大利 店里人往后都是升官发财 随即孙老头派来的人就走了 黄金棺材 人躺下去都是宽敞得很 可是愁坏了我跟刘老七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好在 道场的人有一个来自西北的朋友 天生神力 直接帮忙将黄金棺材给扛进店里 这些人来了也不吃饭 一个个都是道场祝贺之后 直接就离开 刘老七都是一一道谢 上百人陆续道场 陆续离开 有亲自道场祝贺的 也有派人送贺礼祝福的 来也匆匆 走也匆匆 数百人 都是在两个小时内 全部离开 让店面外恢复一片清静 这期间 别说是刘老七 就是我一个跟班的 都是没见过这么大的场子 真是累得我脚都酸了 说话道谢的嘴巴都是干了 好在 这些人离开之后 我们终于是松了口气 可以直接休息一会儿了 我们的店铺的名字 叫做无名氏 孩子是用木质做成的 也是今天人家送来贺礼 亲自给挂上去 刘老七说 这一块牌匾 是金丝楠木做成的 并且牌匾右边 还有明朝皇帝 朱元璋的落款 据说是当年朱元璋 亲自书写 赏给省万三的牌匾 省万三是明朝初期的大富豪 号称富可敌国 最后被人诬陷 揭发造反 被满门抄斩 大富豪省万三 也是死在发配边疆的路上 我真是福气了 说句实话 真是没有想到 刘老七竟然会认识 这么多大人物 有送慈禧太后时期的 叶明珠的 一箱子古银锭的 还有送纯黄金棺材的 以及各种金银财宝的 整的一个店铺里头 真的是有价值数益的东西 这么多东西 还都是有价无市 怕是一般的亿万富翁 来到我们店里 都得倒吸口冷气 浑身发颤 大富豪 太土豪了 我指着歌坊在店铺里的 黄金棺材 询问刘老七 那个天生神力 一个人就将黄金棺材 给搬到屋里头的人 是谁啊 怎么这么牛逼 刘老七笑了笑说 那个人 他也是头次见 但对方派来的人 叫做马一首 马一首 是行内道上人的朋友 乃是西北区域 神里门的掌门人 神力门 我有些发猛 问刘老七 江湖上还有门派 当然有 刘老七极为肯定地跟我说 他们寻乡人一脉 被称作为道门 整个江湖上 有三宫六门 七十二派 也就是八十一个门派 简称八十一门派 比如 宋夜明珠的京城雷也 就是古董门的总舵主 让人拖运来黄金棺材的孙老头 别看只是一个木匠 但却是 在江湖上辈分很高 都得称为孙爷 孙老头是鲁班派的传人 南木戎南也 则是盗墓界的扛霸子 所在的团体被称之为盗墓派 还有送牌匾的是婆罗宫的人 至于婆罗宫是干什么的 六老七没有详细的解释 只是提及这么些许信息 但三宫六门七十二派的江湖传说 却是让我打开眼睛 下令你装派 ре险 今天我给你加额 每日月 真的要跟着 民心拍摄 聠心 感谢观看